我們知道當年國民黨政府在台灣 在70年代那時候就是十大建設如火無如荼的時候 但是發生了石油危機 那也就是國民黨政府發現 重石化工業不是長久之計 那時候找來了當時在美國RCA工作的潘教授 潘博士過來 潘博士看了台灣其實當時候已經開始製造了一些 電子計算機還有電子手錶 他發現我們缺的其實是 這一些電子產品裡面最基礎的零件 也就是機體電路 那時候我們的潘博士建議 我們的 孫玉璇當時我是經濟部長 一定要朝這個方向發展 大家想想 那是70年代 這是一個 為人民交響為國家交響 的政黨 國民黨 為台灣的規劃 當時候決定把機體電路帶來台灣 送去了RCA 也就是美國的一個研究機構 從公元院選了40位人 當時候我們從公元院選40位人 送去美國訓練 回來為台灣服務 比較現在 蔡政府 是把1000多人 甚至到時候會有上萬人 送出去美國 這真的是天差地緣 當時我們送了40位 的研究人員 去RCA之後 他們非常的 專業也非常的盡責 回到台灣之後 幫我們 在公元院裡面 從事了許多研究 最後就是看到了聯電跟台積電的出現 這樣子 是國民黨過去培養台積電的路程 現在呢 民進黨 老實說 不是只有送走台積電 我覺得民進黨 是毀了台積電 台積電 他最近 魏哲家最常說的 台積電 近年來的經營 最大的困境 不是 一般商業的困境 而是正 而是非經濟因素 也就是政治因素 民進黨在選舉期間 就常常 操弄選舉 晶片 當時候在高雄 告訴我們 高雄會有 7奈米 現在7奈米在哪裡 老實說 他們說28奈米 我們都不確定到底真的是不是會實現 但是在美國呢 剛剛有幾位委員提到了 1.2兆新台幣 的 台積電投資美國 這在我們聽起來是很大的數字 大家知道嗎 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外國直接投資的案子 竟然就是我們的民進黨政府送出去的 當然 台積電 他剛剛許多委員也講了 他會有許多的 未來的不利的影響 他的良率是不是能維持 他的人才會不會挖軸 他的製成先進 是不是很快就會被改善 但是對台灣的影響 也是很長遠的 想想我們當時候在70年代 慢慢培植 到現在的台積電 這些 人才 是我們最重要的 這些人才 當時候 40個訓練從美國回來 現在 上萬的 離開台灣 我們最精英的人才就這樣送出去了 這不是只有這些人 他們的家人 他們的小孩 都跟著離開台灣了 都到了美國 我們大把大把的把人才送出去了 以後沒有 沒有人才 我們的經濟還要靠什麼呢 除了商業機密之外 還有 他們製造成本也是會提高 當然 短期 對於我們的稅收絕對會有影響 台積電 他的獲利是不是還能這麼好 都是一個問號 民進黨 真的 毀了台灣 也毀了台積電 謝謝 還有 我們為什麼認為 台灣會有矽電 那就是因為 半導體的 中的供應鏈 中上下游 在台灣是最完整的 今天赴美設廠之後 如果把所有的 供應鏈 中下 中上下游 都帶到美國去的時候 是不是 未來 台積電 長久以來的良綠 know how 就會被美國 學走了 還有 剛才費委員也講到了 他帶了2000個工程師 到美國去 未來 如果這些廠房 蓋好之後 會為美國製造了 一萬個 高科技高薪的工作機會 那這2000個工程師 是不是未來 台積電也是台灣人才 派去美國 幫美國培養 下一代人才的 種子工程師 而這2000位 我們所有 台灣最 技術 不優良的工程師 未來 會不會被 英特爾 高薪挖走 我們知道英特爾的 薪水 各個都是 台積電的 兩隊 所以 他的擔憂 也跟 我們的擔憂 都一樣 如果台積電 已經 失去人 保護台灣的重要性 我想請問我們蔡政府的 台灣 到底 換到了什麼 為什麼台積電要去美國 設廠 因為台灣的生產環境 目前已經惡化 我們半導體需要大量的水 電 台積電 在台灣新廠規劃 已經讓能源供應吃緊 執政黨 在再生能源進度嚴重落後的情況下 一定要推非核家園 讓未來缺電的風險 是大量的增加 還有 兩岸 是高度緊張 我們蔡政府操作 抗中保台的政策 讓兩岸陷入敵對螺旋 台海的危機 是衝突升高 還有 政府如果沒有辦法作為 台積電的後盾 因為 我們的執政黨親美 不但不敢跟美國說不 還讓台積電 淪為我們政府 跟美國談判的籌碼 而大家知道 因為疫情的衝擊 所以 全世界都爆發了 關鍵的供應鏈 鍛鍊的危機 以及烏二戰爭 讓 地緣政治 的 衝突升高 這都是 台積電 為什麼要到美國 設廠的原因 而我們的政府 不只 沒辦法 阻擋 還 甚至 還把台積電當作親美的籌碼 所以 我們所有 全台灣的民眾要問 如果我們失去台積電的重要性 到底 台灣換到什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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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摸摸水 放鬆心情 舒緩焦慮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電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 謝謝